但您关心全台湾第一个是募资千万打标的婚友平台 当初打着是台大博士的领军 我现在被踢爆老板劈腿女会员 还把公司当烈焰工具 将女会员当自家后宫来选飞 而踢爆她的还是自己的前女友 陌生男女围桌聚会 在轮流换桌增加交流机会 自家募资达千万的婚友平台 号称配对率超过八成 创立者是自称拥有台大机械博士学位的杨姓男子 镜头前大谈恋爱官 自信分析男女情感关系 证明杨姓老板现在却被踢爆 把公司当成自己的烈焰工具 就是说你自己私得就算了 自己私底下怎么搞都没有关系 就是如果他今天是跟我在一起 但他自己外面有其他女生 我就觉得就算了 可是他不是 其实他是把手伸到他自己的会员里面 我就觉得这样还不行 踢爆的A小姐是杨姓老板前女友 两人在婚友平台结识 2021年9月交往后 女方还没知心加入公司团队 杨姓老板告诉她为了拓展婚友社的事业 需洽谈一夜结盟 因此要利用公司的交友平台 与其他女生约会谈生意 但去年7月两人分手后 今年4月南方突然找上A小姐 要她帮忙跟现任女友解释 没劈腿 没想到一比对之下财经局交往时间重叠 他一直跟我讲其他女生的坏话 然后就是变成说他打预防针啊 就让我不会去跟其他女生联络 一联络不得了 然后后来我看一下时间也不对啊 你当初劈腿 然后你还叫我帮你背书 除了被控劈腿 把婚友平台当成后宫选妃 还被爆料平台有诈欺疑虑 三百多位女性会员 其中有三十人的照片和资料 明明已经过期货早已脱单 却仍被挂在网站上当作另类宣传 等于是男会员花大钱 却根本接触不到这些人 成了冤大头 而实际制定杨姓老板 结稿前上午回应 如今有多名女子跳出来指控 杨姓老板开婚有设自肥烈焰 把感情玩弄于鼓掌间 恐怕都已经重创公司形象 记者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